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我们这个 一个资源,一个工业,一个工业场景的资源 这里面有我们工人,还有就是工厂的一些建筑设施 还有电缆线路这些 这些人物骨壳呢,这些人物呢 在Blender里面是,他是没有这个骨壳的 我拖出来,这个人物是没有骨壳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拖入这个的话 是否人物能够有骨壳 我们来看这些是带有动画标的 我们看一下是否带有动画,拖进去 好像还是没有动画,拖不进去 它这个拖不进去 下面的这些都是一些模型,它没有带骨壳 那我们只能是把一些模型拖进去,里面没有带谷歌 那么一会儿我们去U1里面看看是否是谷歌可以调节的 我们这个资源包,它是B站里面大佬 谍科技分享的一个资源 然后这个资源我下载下来之后了 然后又转存下来到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 因为你可以去下载 那它怎么到我们这个 它是怎么到我们这个资源 到我们这个资产浏览器呢 不知道朋友给大家说一下 它是在我们这个文件路径里面 你再给它加一个资产库的路径就可以了 路径选择我们工业区的文件夹就行 我们用这个虚幻 我们用这个虚幻5打开我们这个项目文件呢 你如果打这个打开的不是场景文件 这个打开的不是演示文件 这个打开的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文件罗列的一个模式 是这种展示的这种场景 把所有的全部给你展示在这个场景里面 那么在这个文件名字带有我们这个 character也就是角色 角色后面带有这个rig的就是骨骼 骨骼的这个文件呢 是里面是带有这种骨骼的 然后还有个姿势文件 我现在给你打开看一下我们这个姿势文件 那么这个是这个呢是带我们这个啊 带我们的这个姿势库哈 里面也可以调出我们这些人物 直接添加进去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打开这个演示场景 打开我们这个整个演示场景的话 你可以看到的场景是给我们构建好一个全面的整个一个场景 但是这里面都是静态网格 你如果需要动态网格的话 你是要带动作模型的话 你需要把之前那个blender 我们这里面这个blender对骨骼的给它导入进去 然后进行一些动画姿势一些绑定